2017年,我奉勸大家,大家要小心 而且,這是一個炒家的世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2017年的看法看的時候 第一,英國脫離歐元區在2017年 他們一定要跟歐洲去談到底是怎樣脫歐法 但是歐洲來說,我們現在意大利選舉 法國要選舉 德國要選舉 那英國會跟誰談呢? 新的政府可能有新的政策 可能有新的看法 你又不可以太早談 這件事可以說是有某個程度是浪著在那裡 那為什麼我說會是一個炒家的世界呢? 譬如說,如果你說英鎊現在已經跌了很多 有人問,英鎊會不會繼續再跌? 我現在只可以告訴你 當他談談脫歐的過程 如果有些好消息出來,英鎊會升 有些壞消息出來,英鎊就會跌 其實這個過程有很多好消息,有很多壞消息 那就只會上上下落下 所以為何我說是是炒家的世界 但我覺得很多人千萬別認為自己是一個好的炒家 很多人只是贏的時候就告訴人 所以我自己覺得,譬如在英國來說,其實現在已經碰到一些問題, 因為英鎊便宜了很多人去買樓,買城,買地產, 但是他們的工業投資,其實現在是一直在跌,也跌得很快, 也有很多公司,也開始慢慢要移到歐洲,因為它不能等那麼久, 因為有時移到歐洲的東西,譬如好像銀行,銀行又要申請牌照, 那些人又要拿Visa,這些東西,所以很多這樣的問題現在已經開始發生, 所以未來要看看英國自己本身的政策,它會推出來是想怎樣做法。 好了,現在講講美國,美國這個新總統未上去,突然之間股票市場就噴噴地上升, 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說這個新總統不喜歡這個銀行的監管太厲害, 又不喜歡這個野鄰, 變成了銀行就有一個憧憬,就是說那些監管沒有那麼厲害, 或者是那些資本金沒有那麼厲害,應該就噴噴地上升, 是否真的,即是它說一句說話就真的那麼厲害呢? 這個美國的經濟是否真的那麼好,可以使得股票市場上那麼厲害呢? 現在是不斷地上升, 所以我覺得自己現在要比較小心, 是否趁著這個勢, 有一些消息出來就炒, 炒得差不多的時候, 哦,原來不對現的, 那又跌下去。 老實說,現在美國的總統來說的時候, 在他競選之前和競選之後, 有多少競選之前說的話是兌現的,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想。 他剛才說的時候, 就說會建一幅牆, 由墨西哥擋著墨西哥, 現在變成了一個尼巴。 所以這些問題, 我自己都覺得是給了一個很不穩定的情形。 那麽現在美國又說, 他說我現在要是這個恥激經濟, 我要是做很多基建。 那麽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就說, 如果美國要做很多基建, 他一定要是借錢, 政府要借錢, 政府要借錢, 所以利率會上升。 那麽現在看到利率是有上升的趨勢的。 那到底他會不會做呢? 那麽沒有人知道。 那麽如果利率上升來說, 其實對匯豐是好事, 因爲什麽我們存款多? 那麽如果上升兩年, 那麽我的生活舒服很多, 那麽不用那麽薄。 那麽所以來講的時候, 就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也都是要看一下, 這個總統到底, 他真的上了任之後, 他的政策是怎樣。 因爲, 那政策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說的, 因爲美國是一個機構來的, 龐大的機構, 有很多制爪平衡。 所以不是那麽容易, 你可以說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好, 現在講回歐元區, 歐元區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 這個有很多大選, 大選一定是不明朗的情形。 那麽所以來講的時候, 我覺得, 由現在到明年來講的時候, 這個歐元區, 我覺得那個經濟, 都不會有什麽特別大的起色。 如果說回亞太區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 中國變成一個主導國, 去主導這個貿易。 我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去看過一帶一路。 其實這個一帶一路的發展, 比很多國家, 是一個很大的龐大的經濟增長。 例如泰國那樣, 有一個很龐大的經濟增長,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從我們銀行的數目見到, 中國是和亞太區的國家, 那些貿易一直不斷增長。 所以來講的時候, 我們覺得, 亞太區是一個亮點。 但是會不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不同的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美國真的說, 我現在有一個貿易戰的話, 中國的出口, 我全部加稅, 那到底會發生什麽事? 我想,中國都不會在那裏, 坐在那裏不做事, 你加我稅, 我便加你稅, 接著我又發展其他, 發展非洲, 發展歐洲, 發展中東, 發展食, 都是有不同的方法去發展。 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說看得全部太灰, 又不是看得全部太好。 但是總括來說, 我覺得, 還在2017年的時候, 大家要盡量小心。 即是, 如果你真是說, 你是很精明很精明的柴家, 沒得好說, 那我就跟你學習一下。 但是, 如果大家要看看全世界, 到底發生什麽事? 到底總統上了台, 會做什麽事? 還有, 英國的政策會是怎樣? 也要等到其他, 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選舉完了, 他們到底對英國脫歐的過程, 或者大家的討論, 以至到最後的政策會是怎樣?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 最後一句, 請大家小心點, 2017年。 多有為人聽說, 今天都會在第一次聽說, 讓我看看無論如何,